西有琉璃瓦,今有身边人,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,我是金圈最出名的乖乖女。 在圈子里的同龄姐妹们忙着喝酒泡巴,并盛情邀请我一块加入时,我红着脸,用浑身的力量表示抗拒。 不行的,太野了,闺蜜许颂恨铁不成钢地戳了一下我的脑门,气得直跺脚。 输赢,你都快被你姐交成尼姑了,许颂说着在男模的腹肌上摸了一把,男模很帅,说实话我不太喜欢,我得跟我姐一样,要啃就啃最硬的骨头。 听说护圈那位背景神秘的太子爷正在跟我姐恋爱,谁提起这是不得夸我姐一句厉害。 因此,圈子里那些玩闹的场合,我从来不参与。 人人都说,我被我姐养成了金圈里的纯情小白兔,跟男人说两句话都要脸红。 但其实,那些都是我装的,私底下我可不是什么纯情少女。 比如现在,霍老爷子78岁的寿宴上,未婚夫霍怀琛拉着我的手,非要给我介绍一位新长辈。 盈盈,这是小叔叔霍景。 看见霍景那张脸时,我傻眼了。 这不是一个月前,被我撩拨,吃干抹镜又消失的操汉修理工吗? 我是在云城游玩时认识的霍景。 它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 棱角分明的刚一脸庞,配上古铜色的皮肤,被炎炎夏日烤得汗层层的。 简单的T恤和工装裤下,包裹着连绵起伏的结实肌肉。 将近一米九的身高,腿比我的命还长。 线条流畅,散发着满满荷尔蒙的味道。 彼时我在家装乖乖女装的想吐,好不容易从家里逃出来,心底里的小恶魔苏醒,不断地煽动我。 于是我决定赖在霍景家不走。 我砸了钱,非要他做我的金丝雀。 这么好的苗子,干嘛非得做苦哈哈的修理工,不如跟了我。 霍景点了枝烟,半张脸引在忽明忽暗的火光里,抿着唇看我,半嗓才好笑地开口。 大小杰这是要给我,换工作。 我伸出食指在他眼前晃了晃,鼻翼地撇撇嘴。 是包养,懂不懂,别把自己弄得那么纯情。 鹰损般的视线,上下打亮着我,盯得我浑身不自在。 纯情的,好像是你吧? 忘记换身装备了。 穿着白衣白裙,我不纯情,谁纯情? 搞错了,好像我才是金主。 金主怎么能被他人取笑呢? 这叫个人风格,你懂不懂? 不太懂,不太懂就好好学,金丝雀就得学会讨好金主。 学不会,要不你教教我? 可我也不会啊,这我可真犯愁了。 抬眼瞧见霍景越来越深的笑意,才发觉自己好像被他耍了。 我插着腰,气呼呼地将手里的抱枕砸到他的脑袋上。 你就说,答不答应? 我以为霍景会赶我走。 毕竟像他那样的人,不太可能会乖乖做金丝雀。 尽管他看起来有点缺钱, 但霍景只是轻轻说了声好,便掐灭了烟,转身进屋给我铺床。 本来我只是想叛逆一下,料定霍景不会答应我,到时候我就可以借颇下驴。 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 如果我现在退缩,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。 算了,既来之则安之,霍景长得这么帅,睡一下,我也不吃亏。 做好心理建设后,我深吸了一口气,昂首挺胸走进房间。 但霍景好像对我并不感兴趣,狭小的出租屋里,我睡床,霍景睡沙发。 进水不犯河水,白天霍景出门上班,晚上回家给我做饭。 他厨艺不错,短短半个月我就胖了三斤。 除此之外,我们的日子清水寡水地不带一丝杂志,可我总觉得不太对劲。 夜里睡不着时,我就在想,怎么跟许颂他们包养男模不一样? 住在一起这么久,我连霍景的腹肌都没摸到。 这不是合格的金丝雀该做的事。 我顶着满脸的哀怨,向霍景表示抗议。 夕阳西下,霍景坐在金黄色的余晖里,叼着烟,漫不经心地歪头问我。 你说,金丝雀该怎么做? 我知道霍景在笑我,连怎么做金主都不知道。 我可不能被他看扁,今天必须摸到腹肌,否则我的钱就白花了。 我站起身,拎起霍景喝得还剩半罐的啤酒,一口闷完。 有酒精壮胆,我心里的紧张消退了许多。 我学着电影里娇媚女人的模样,款步走到霍景跟前,拿过她手里的烟,塞进嘴里,猛吸了一大口。 呛死我了,聊播这种事可真难做。 霍景浓眉轻调,似笑非笑地看着我,高大的身体陷进沙发里。 大小姐,烟酒可不是什么好东西,别沾。 我舔舔嘴唇,拎起裙摆,跨坐在霍景身上,单手攀住她的脖子,另一只手在她宽阔的胸膛上画圈。 你呢?我能不能沾? 指一瞬,霍景的笑容收敛起来,脸色沉得可怕。 她捉住我乱动的手,哑着嗓子说道,别闹,我偏要闹。 手指缓缓下矣,触到霍景腰间紧实的线条时,指尖故意在腰腹间倾点。 天台上晚风轻浮,带来些许良意,却令我的脑袋更加迷糊。 隔着薄薄的衣料,手指触到的皮肤仍旧滚烫得吓人。 霍景触电般,身子僵硬起来,眸色深深地凝视我。 觉察到危险的我,挣扎着想逃。 下一瞬,霍景突然起身,将我整个人抱起来,大踏步往房间走去。 霍景将我扔在床上,栖身上来。 大小姐,我可不是什么好东西,张了我就别想逃。 整个身子被霍景禁锢在一处,连想逃都是徒劳。 双手被人拉至头顶,细密地稳一路往下,点燃绵长的烈火。 热得我浑身渗出湿漉漉的薄汗,难受得发慌。 我心里纷纷地想,明天我一定要给霍景换一台新空调。 霍景从身下抬起脸,恶劣地轻咬我一口。 不许分心。 思绪被强行拉回,我红着脸,忍耐着身体带来的战力,狠狠骂了一句。 混蛋。 霍景满意地在我额间落下一吻,伸手去拿抽屉里的小盒子。 发觉到又被他耍了,我努力撑起半软的身子,用脚踹他。 什么时候买的? 买菜的时候,顺便买的。 混蛋。 这只老狐狸。 那一瞬,我紧张到浑身静巒,眼眶逐渐泛红。 霍景突然停了下来,小心翼翼地吻我。 对不起,乖乖。 再后来,霍景这混蛋一晚上用光了半盒,简直是太凶悍了。 我在霍景的出租屋里住了半年。 直到后来,我姐回到京市,四处找我。 我不得不飞回来,继续做乖乖女。 反正,我也顽逆了霍景。 她这个混蛋,嘴上温柔地喊我乖乖,实际上该使得近一点没少。 我怕再纠缠下去,会沉迷其中。 毕竟,哪有金主爱上金丝雀的。 于是,趁着霍景出门上班时,我连行李都没拿,直接人间蒸发。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霍景见面。 谁能想到,会在今晚又遇见她。 最可怕的是,霍景摇身一变,成了霍家最跋扈乖张的太子爷,我未婚夫的小叔叔。 我生怕被人瞧出我与霍景的关系,只好缩着脑袋,假装不认识她。 彼时,我正挽着霍怀琛的胳膊,紧张的手指微微蜷缩。 霍怀琛是家里给我挑的联姻对象。 彼此不谈感情,不过问对方的是,只要不是闹得太难看,在外面一定会给足对方体面。 然而霍景漆黑的眸子一直若有肆无地盯着我,看得我心里直发毛。 这样下去,迟早被人发现端倪,我咬咬牙,回瞪过去。 霍景一愣,勾着嘴唇,举起酒杯抿了一口。 然而这些细微的动作,逃不过霍怀琛的火眼金睛,她纳闷地问了一句, 你们认识? 霍景只是沉着脸瞧了我一瞬,就笑着否认。 不认识? 紧接着又画风一转,倒是跟那位把我吃干抹镜又甩了的大小节有几分相像。 霍怀琛好奇地问了一嘴, 叔叔,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? 不对,你还会被人甩吗?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,生怕霍景说出什么让人猜疑的话来,赶紧低下头,乖顺地喊了声。 小叔叔好,霍景蹙着眉,玩味地重复着。 叔叔,这是我的未婚妻,当然要跟我一样,叫你一声叔叔。 怀琛,你的未婚妻看起来。 霍景想了想,半赏才轻吐出一个词,挺乖。 霍怀琛不宜有她,笑着回头看了我一眼。 阿英真的很乖,叔叔你可别欺负她。 欺负?我可不敢。 谁懂啊,我真的汗流加倍了。 我借口不舒服,想要先回家。 霍景却不放我走,还故作好心劝我到客房休息。 就连霍怀琛也同意了她的提议。 我骑虎难下,把心一横,直接躲进客房里。 这里是霍家老宅,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,霍景总不可能来找我兴师问罪吧。 再说了,当初说得清清楚楚,我们之间是金主与金丝雀的关系。 金主玩腻了,想抽身,名正言顺。 可是,我正要关上房门时,霍景闪身进来,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在内。 书莹,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? 空气静谧地可怕。 霍景阴致的目光,像是紧盯着猎物的野兽。 我不敢直视,后怕地往墙上靠。 小叔叔,你冷静点。 叔叔,从前在床上的时候,你倒是也这么叫过。 我被逼至墙角,后背紧紧贴在冰凉的墙上,激起阵阵凉意。 霍景抬手撑住墙壁,将我困在怀中。 乖乖,我说过,我可不是什么好东西,耍了,我就想逃吗? 我没逃,玩腻了,想抽身,不行吗? 喝,玩腻。 双唇压迫而来,我心里慌乱,忙用手掌隔在中间。 霍景愣了一瞬,温热的唇角擦过我的手背,他笑着支起身子。 乖乖,真是很行,这么快就忘了金丝雀的好处吗? 你现在是我的小叔叔。 是吗? 我心里害怕,正盘算着如何全身而退。 门外突然响起霍怀琛急促的敲门声。 阿盈,你身体好些了吗? 要是让他发现我跟霍景的关系,我就完了。 霍景察觉到我的恐惧,转身就去开门。 我吓得惊呼出声,死死拉住霍景,眼泪直飙。 霍景,你疯了?趁我分心,霍景单手将我抱起,抵在门边的墙上。 身体失重,我下意识地攀上霍景的脖子。 鲜红的眸色愈发肾人,宽阔的胸膛覆过来。 霍景沉着嗓子,恶劣地在我耳盼开口。 乖乖,不想被他听见,就小声点。 阿盈,你没事吧?开开门好吗? 敲门声越来越急,一副我不回应就不罢休的架势。 奇怪,从前霍怀琛可没这么在乎我。 订婚第一天,霍怀琛就吊锒铛地告诫我。 输赢,我们就是商业联姻,以后各管各的,我给你面子,你也别打我的脸。 一个月以来,我俩谁也没预举过。 现在他大晚上拼命敲未婚妻的门,可就有些冒犯了。 霍景铭知道我不敢出声,还故意跟我作对。 他单手扣着我的脑袋,双唇从我的耳畔移到脖子上。 这算什么? 我可是霍怀琛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 就算我们各玩各的,但玩霍怀琛的长辈,还是太贝得了点。 传出去,我说不定会身败名裂。 我被敲门声吵得心烦,又对霍景这副拿捏到我的自以为是的表情,气得炸毛。 张嘴在霍景的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。 霍景吃痛,手掌下意识地松开了我。 我迅速从他身上跳下来,死死捂住他的嘴巴,往屋子里退进去。 先远离这道该死的门再说。 霍怀琛似乎听见异动,关切地问。 爱莹,你还好吗? 我一边把霍景往房间里推,一边朝着门外大喊。 没事,我已经睡下了,不方便开门,有什么明天再说好吗? 可我刚才听见奇怪的声音。 哦,我不小心踢到脚趾头,已经没事了,晚安。 还好,我的乖乖女人射就了我。 霍怀琛伸直我的性子,这么晚了,是绝对不会给男人开门,于是没有继续逼迫我。 只留下一句晚安便走了。 警报解除,我暗暗松了一口气,这下霍景威胁不了我了吧。 然而,霍景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,而是娴熟地脱掉外套,扯松领带。 屋子里的空气紧张到令人窒息。 我往后退了一步,小心脏再次高高悬起。 然后,霍景拉开被子,就这么躺了上去,还拍了拍身旁的空位。 一起睡,悬着的心终究是死了。 心里狂翻白眼,把霍景彻头彻尾骂了一遍,脸上还要保持得体的微笑。 霍少爷,您有房间,犯不着睡客房吧? 舒小姐不知道,我呀,受过情伤,一个月前被金主甩了,现在根本不敢一个人睡。 霍景撑着脑袋,手掌有意无意地拍打着空位。 只要闭上眼,就能想起那段灰暗的时光。 你说怪不怪,我见到舒小姐你,突然就觉得没那么难受了。 不是,霍景是被人夺赦了吗? 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话这么多? 我在沙发上坐到后半夜才睡着。 醒来时,我却是躺在床上,霍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。 洗说好之后,霍怀琛来叫我一块下楼吃早餐。 当我被霍怀琛牵着来到餐厅时,霍老夫人笑着打去了一句。 奶奶看见你们感情这么好,就放心了。 死,哪里来的杀气? 哦,原来是霍景飞来的眼刀。 我回瞪过去。 霍景,收起吃人的眼光好吗? 我昨晚一夜没睡好,现在正处于崩溃状态,最好别来惹我。 霍景眼神一缩,低下头,乖乖收回视线。 然而,这一幕又被霍怀琛给捕捉到了。 叔叔,你怎么老是盯着安盈看? 大聪明,你人还怪好嘞。 一口牛奶呛得我差点去见太奶,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聚集在我身上。 我恨不得赶紧找条地缝钻进去。 抱歉,我昨晚没睡好,先回家补觉了。 安盈,你昨晚那么早就睡了,怎么没睡好吗? 霍景抢先替我解释。 她认床,我…… 所有人,我落荒而逃。 走出货家时,我姐的车正停在外边。 我想也没想,拉开车门跳上去。 一路上,我姐都没说话。 我乐得清静,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音乐。 等等,这首歌怎么这么耳熟? 谁能告诉我,向来只听古典乐的我姐,为什么车里会放广岛之恋? 我记得,这首歌说的是那啥禁忌恋爱吧? 点我呢? 这是…… 我姐突然清了清嗓子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。 盈盈。 以前姐姐对你是严格了些,你产生逆反心理,姐姐也理解。 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,还好这是在车上,否则我真的会跳起来。 姐,你想说什么? 没什么,姐姐就是想说,适当逆反可以,别玩得太过。 啥意思啊? 我姐知道我跟霍景的事情了。 不应该啊,我瞒得严严实实的。 难道是我崩人设了? 谁懂啊? 我真的很讨厌说一句话,八百个心眼子。 知道了姐,我闭上眼,直接装死。 我姐默默把音乐声调大了一些,又汗流加倍了呢。 我姐直接把我拉去公司开会。 我和我姐合伙开了家电影公司,她是大股东,我妈就是个抱姐姐大腿的解控。 最近,公司头拍的电影准备开机,正忙得不可开交。 从最终版演员名单,到各项细节的敲定,都是事。 我姐忙得脚不粘地,我自然也不好意思闲着。 但我没想到,电影明明已经确定了演员表,导演组那边非要加进一个客串人物,还指明有影后蒋欣然出演。 蒋欣然是霍怀琛养在外面的情人,两人的绯闻满天飞。 我们的圈子里早就传遍了,只是两位当事人谁都没承认过。 大家只好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。 我姐似乎有些介意,对蒋欣然也没什么好脸色。 盈盈,你要是不乐意跟她有交集,就回绝新剧本。 我倒是不介意。 开公司,开电影,目的就是赚钱。 怎么可能为了私人恩怨影响我赚钱的路子呢? 更何况,我看过最新版剧本,蒋欣然客串的角色,为电影的整体效果增采不少。 而且,蒋欣然的演技有目共睹,有她加持,对我有利无弊。 姐,我觉得蒋欣然挺好,你直接拍版吧。 我姐还是有些担忧。 盈盈,你要是不想见她,就回避,姐姐给你放长假。 至于霍怀琛那边,我会去敲打敲打,让她收敛些。 我摆摆手,表示无所谓。 姐,不用。 区区男人,还能影响我赚钱了? 再说了,我就算不跟蒋欣然本人见面。 凭她的咖位,各种渠道都会有关于她的新闻。 我避无可避,只要彼此脸上过得去就得了。 只是,我没想到,蒋欣然会主动约我见面。 见面地点在公司隔壁的咖啡厅里。 咖啡厅是我开的,专供圈子里的人谈试用,隐蔽性极好,外人进不来。 蒋欣然开门见山。 舒小姐,你知道我同怀琛的关系,请你主动退出。 这是要逼宫。 我抿了一口茶,不紧不慢地开口。 蒋小姐,你同霍怀琛的事,我从未追究,是想让你知道,只要安分手挤,彼此都能相安无事地过下去。 蒋欣然的眼圈一下就红了,委屈巴巴的样子,真是我见游脸。 难怪霍怀琛喜欢。 你明知道,就算你同怀琛结婚了,他也不会爱你。 为什么不能主动退婚?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,然后告诉他,想要我们退婚。 你找霍怀琛啊,找我干嘛? 当初订婚的事,是霍怀琛亲自点头的。 谁也没逼他,凭什么现在要来为难我? 再说了,霍书联姻,对两家的生意有好处,对姐姐争夺书家掌门人之位也有助力。 这也是两家长辈商议已久的事情。 我不可能因为一个蒋欣然就回婚,也不可能因为一己私欲,让爸妈难做人,让姐姐失望。 我欠姐姐的,真的太多了。 再说了,就算退婚,霍家也不会让你嫁进去。 话音刚落,霍景便静止推门进来。 脸带怒气,居高临下地审视蒋欣然。 蒋小姐,请你离开。 别再出现在输赢面前,否则,我有权停掉霍家对你的一切投资。 蒋欣然气得脸色泛白,视线在我和霍景身上来回群寻。 嘴唇捏如了几下,一句话没说,就被气跑了。 希望霍怀琛今晚能把她哄好,毕竟生气多了,对乳腺有害。 霍景大辣辣地落座,捏起我喝了一半的茶杯,一眼而尽,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 乖乖,你可真大度,还没结婚,就急着帮霍怀琛解决阴厌厌了。 我被霍景的语气惹毛,双手撑在桌子上,身子前倾,打算在气势上压制住她。 霍景,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,我以后会是你的侄媳妇。 我怎么做,轮不到你来管。 她宽阔的身子往以背一靠,薄唇轻吃一声,嘴里来回品读着我方才的称呼。 直媳妇,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么带感的设定,下次补上。 带着攻击性的眼神迅速将我包围,颇有一种要将我拆吞入腹的意味。 我不争气地羞红了脸,脑海中浮现许多出租屋里疯狂的画面。 那时候,霍景总是柔声哄我,玩一些奇奇怪怪设定的游戏。 我本来以为自己会无比抗拒,但有时候我比她更疯。 不过现在可不是回忆往昔的时候。 我清了清嗓子,义正词严地告诉霍景。 霍景,我们之间结束了,我现在只想安心结婚。 不就是联姻吗? 嫁给我,比嫁给霍怀琛更有价值。 不好,霍景震惊于我的绝情,音调里带着满满的不可置信。 书莹,你明知道霍怀琛跟那位电影明星打得火热, 你还是非要跟他订婚对吗? 对,只能是霍怀琛。 为什么?为什么? 因为你是霍景,是霍家太子爷,是霍家的继承人。 你的妻子必须是对你有助力的家族培养出来的附加千金。 霍家长辈不会同意我们之间的婚事。 而我的身份,能跟霍怀琛这样的顽固公子联姻已经是爸妈艰难求来的最好姻缘了。 更因为我已经早已习惯向着提线木偶按照家人给我设定的路线走,我不想让爸妈失望。 另外,我们从一开始就充满欺骗。 忘了吗? 我们彼此都隐瞒了真实身份。 音量不大,却足够让我们之间更显狼狈。 霍景突然红着眼眶,起身握住我的手腕,声音沙哑又无助。 如果一开始,我就对你坦白身份,你会不会原谅我? 我冷漠地避开霍景的触碰。 没有如果,霍景,别再缠着我,霍景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 虽然心里像针扎一样,酸酸胀胀的,但情爱与婚姻不过是我漫长岁月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。 没了霍景,我还有工作,谁也不能阻止我成为妇婆。 我一头扎进工作里,之前筹备的电影终于要开机了。 我收拾好行李,打算进入剧组,全程跟进,以便随时解决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 开机仪式上,霍怀琛作为我的未婚夫,主动提出与我一起出席。 不用猜,我都知道他是为了谁,但我们有约定在先,在外会给彼此体面。 因此,无论蒋欣然如何挑衅我,我都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当笑话听听就算了。 但是,霍怀琛太过分了,他竟然待在蒋欣然的房间里彻夜不归。 要知道,这里可是剧组酒店随时有曝光的可能性。 霍怀琛这么做,简直是把我的脸放在地上摩擦。 于是我带着满身怒气敲响了蒋欣然的房门,然而房门还没敲开。 我就两眼一黑,双腿一软,彻底失去意识。 醒来时,我已经置身于一处废弃厂房,双手双脚被牢牢捆住,坐在椅子上。 毫无疑问,我被绑架了。 同我一起被绑架的,还有蒋欣然,老大,为什么要绑两个女人? 绑匪老大,删了提问的小弟一巴掌。 废话,一个是霍怀琛的未婚妻,一个是他的小情儿。 谁知道哪个才是他心尖尖的人物,一起绑来,这叫双保险,懂。 小弟立刻抱拳,崇拜得五体投地。 老大英明,蒋欣然觉察到危险,一秒钟就哭了出来,神色凄惨,眼泪狂飙。 呜呜,放了我吧,我只是个普通人,没什么价值的。 闭嘴,谁不知道你跟霍怀琛的事,放了你,我拿什么威胁性货的。 蒋欣然跟我一样,手脚被人绑着,只能用下巴拼命对着我扬着。 她,找她,她是霍怀琛的未婚妻,霍家肯定会为了赎她给你钱,你想要多少都可以。 话音刚落,所有绑匪的目光,全落在我身上。 我拳头紧了,霍怀琛,看在你的份上,我原谅你的小情人的背刺。 我说,你抓我俩没用,你动手之前没做过背调吗? 霍怀琛那种玩裤子弟,什么时候把女人当回事了。 想要钱,直接找霍怀琛去。 有道理,诶,姓霍的那么多绯闻女友,咱们会不会要不到钱啊? 小弟直接被老大甩了一巴掌。 谁说老子想要钱? 我要的是姓霍的命,那完了,霍怀琛那么惜命,肯定不会管我们的。 然而,我低估了蒋欣然在霍怀琛心里的分量。 工厂大门被人推开,霍怀琛单枪匹马地闯了进来,放了他们。 做梦,绑匪头子笑了,掏出两把枪,分别抵在我和蒋欣然的太阳穴上。 姓霍的,选一个吧,剩下的那个,老子替你送他上路。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二选一的话,霍怀琛肯定不会救我的。 难道我的小命,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吗? 早知道我就不装清高了,再多睡霍井几次好了。 反正我也不吃亏。 果然,霍怀琛的目光一刻都没有落在我身上,而是始终牢牢盯着蒋欣然。 恨不得将绑匪碎尸万段。 绑匪头子被盯得不耐烦,枪口在我太阳穴上用力处了一下。 很疼,非常疼,给你五秒钟时间,否则五秒钟之后,他俩一起死。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,霍怀琛别无选择。 他整个人贪跪在地上,像是经过了极大的痛苦挣扎,才终于做出决定。 对不起了,阿盈,紧接着。 霍怀琛缓缓伸出食指,指向蒋欣然。 我要他活,从始至终,霍怀琛都不敢看我一眼。 呜呼,买定离手。 绑匪头子举起枪,子弹上膛,对准我的脑袋,笑容满面。 抱歉了,美女。 然后,霍锦封了一班,带人闯了进来。 助手,放了输赢,你的任何条件,我都能答应。 很快,霍锦连同他带来的人都被绑匪解决了。 绑匪头子笑得更欢了。 有意思,连霍家太子爷都惊动了。 我要是要你的命呢? 随意,只要你放了输赢,头发被扯得生疼。 绑匪头子低头打量着我,冰凉的枪管在我脸上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。 用你换霍家太子爷的命,这比买卖划算。 不可以,我不愿意,我不想死,更不想霍锦因我而死,那样我一辈子都欠他的。 然而,绑匪头子手上力道加重,扯得我头皮发麻。 少废话,还轮不到你跟老子谈条件。 绑匪头子突然站起身,枪口静止顶住我的后脑勺。 算了,老子不要你的命,半小时内给我一个亿,否则后果自负。 末了,他还加了一句,要是敢报警,我立刻让他给我陪葬。 放心,我不会拿他的安全开玩笑。 时间紧急,霍锦不敢有一颗怠慢。 可短时间内筹集这么大一笔资金,谈何容易? 霍锦求爷爷告奶奶的打了许多个电话,甚至想要把手里的股票和资产全部出售来换钱。 可时间根本来不及。 最后,霍锦和霍怀琛找了许多朋友借,才一起凑够一个亿。 钱交到绑匪手里时,倒计时的指针刚好走过最后一秒。 然而,绑匪拿到了钱,却反悔了。 我可没说,拿到钱就放人,下辈子见吧,美女。 说完,绑匪投资后退一步,抬手,枪管对着我。 不…… 霍锦飞奔而来,将我连人带椅子一起护在怀里。 扳机扣动。 生命的最后一刻,我听见霍锦在我耳边小声说了三个字。 我爱你,我绝望地闭上双眼。 巴搭,惊喜,我没死。 枪管蹦出来的不是子弹,而是一杆。 小红旗,从冰死的恐惧中拉回思绪,脑袋嗡嗡响。 睁开眼,视线里的人来来回回在我眼前晃,看不清神色。 令人头疼。 霍锦的怀抱极紧,半晌,她僵直的背才终于放松下来。 无错地理解着眼前的状况。 盈盈,我们没死。 好像是的。 方才还穷凶极恶地绑匪,此刻已经摘下面具,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,正开心地讨论着什么。 我侧着脑袋,仔细分辨了许久,才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。 杀青了,收工睡觉。 诶,刚才我的演技不错吧,这种实景演出最难了。 霍少爷说在酒店设了庆宫宴,把道路收拾好之后就过去。 好嘞,我正好饿了。 他们在说,演戏。 什么意思? 我闭着眼,极其艰难地消化着接收到的信息。 蒋欣然突然跑过来,替我解开绳子,还跟我道歉。 对不起啊,舒小姐,有没有弄疼你? 这出戏的导演是霍怀琛,你有什么不爽的,就找他算账。 好。 霍警压抑着怒气,将我从地上抱起来,小心翼翼地放在椅子上。 乖乖,你先等我一会。 霍警起身,迈着长腿朝霍怀琛走去,一拳挥到他脸上。 霍怀琛,你连亲叔叔都敢耍。 霍怀琛身体灵活,见缝就躲。 快速跑到我身后,他还理直气壮地狡辩。 谁让你明明喜欢阿盈,又不敢说。 被人甩了,还躲在家里偷偷哭。 我不帮你们一把,你俩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。 所以,我向后一个肘鸡,打得霍怀琛呲牙咧嘴。 你是不是有病,不想跟我订婚,不能直说吗? 非得搞这么多事。 霍怀琛双手一摊,满脸无辜地解释。 我跟你一样,不能违背家里的意愿。 这种对抗家族的忤逆之事,就交给糟老头子来做吧。 只一句话,霍锦再次来到出离愤怒的边缘。 你说谁是糟老头子? 我只比你大七岁。 还有,你给我过来,今天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好好教训你。 叔叔,我小时候你不仅欺负我,还把我骗去树上挂了一整碗,我摆你一道也不过分吧。 再说了,我这可是帮了你大忙呢。 还敢狡辩,看得出来霍怀琛确实挺怕霍锦的。 霍锦还没到跟前,他就一溜烟地跑了。 跑之前,还偷偷跟我说了一句话。 小婶婶,我好不容易才熬走欣然的隐婚老公, 现在我要去勇敢追爱了,长辈那边就靠你和叔叔顶着了。 霍怀琛狗腿地窜到蒋欣然面前,然而人家根本没打算打理他。 霍怀琛,我欠你的人情今天还清了,以后别再找我干这种事。 蒋欣然说完,歪头朝我露出明媚的笑脸。 阿姨,我先走了,有时间咱们再约。 好。 霍怀琛这个狗腿子,一步步落地跟着蒋欣然跑了。 留下我和霍锦在原地四目相对。 霍锦笑着,一把将我拦腰抱起。 乖乖,我们回家。 长辈那边。 放心,有我。 翻外易输赢。 我是书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。 十二岁认祖归宗那天,是我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亲人。 我有了爸爸,妈妈和姐姐。 然而,爸妈控制欲极强,他们培养姐姐,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脸面,从不问姐姐想要什么。 现在,我回来了,他们同样把控制欲强加在我身上。 只要稍有不听话,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,换来的便是身心折磨。 然而,姐姐从小便样样把尖,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。 只有我,笨拙得连考试及格都做不到。 爸妈嫌我丢了书家的脸,商议着要把我送回乡下老家,自生自灭。 反正我从出生开始,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 乡下老家,至少还有固定住所,比我过去强多了。 我哭着不肯走,拉着妈妈的裙摆,求她不要抛下我。 从小到大,我被人抛弃过无数次。 每次我自以为拥有了幸福的时候,养父母总会再次将我抛弃。 妈妈冷冷抽出裙摆,嫌恶地撇撇嘴,书家不养废物。 是姐姐,姐姐跪下来,求爸妈不要把我赶走。 姐姐说,她会努力成为书家的骄傲,她也会好好管教我,不让爸妈丢脸。 如果你交不好书赢,那你就滚出书家。 从那一刻起,我再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只要让爸妈开心的事,我就会去做。 只要能为姐姐减轻压力,我什么都愿意做。 即使让我像个傀儡一样,嫁给不爱的人,维持一段千疮百孔的婚姻。 然而,我心里逆反的小恶魔,却依旧蠢蠢欲动。 番外二,霍景。 第一次见书家那位真千金时,我二十岁。 小姑娘看着唯唯诺诺,眼神却倔强无比。 人人都夸她单纯懦弱,像只小白兔,可以任人欺凌。 然而第二天,我却在她就读的学校外面,看见她按着几个男生在地上打。 男生比她高出一个头,快头是她的两倍。 书赢却毫不退缩,就算被打到鼻青脸肿,依然倔强地不肯求饶。 我看不过去,替她赶走那几个男生。 书赢从地上爬起来,拍拍身上的尘土,害羞地对我道谢。 我问她,为什么打架? 小姑娘攥紧拳头,恶狠狠地咬着牙齿。 他们骂我的姐姐是野种,我忍不了。 欺负我可以,不能欺负我的姐姐。 话落,书赢又恢复往常的柔弱模样。 真有意思。 不久,我被家族派去云城历练,再也没见过书赢。 等我再回到京市,已经是八年后。 好友说,要给我接风洗尘。 酒局上,我再次听到关于书赢的消息。 他们说,书赢早就不是刚回书家时那个吐气的女孩子, 现在已经出落得亭亭玉力。 谈笑间,我听见有人笑着说要去追书赢。 那人是圈子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,女友无数。 玩了那么多类型,还没玩过这种纯的。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 等我清醒过来时,那人已经被我打趴下了。 景哥这是怎么了? 好端端地发这么大的火,做什么? 我拎起那人的衣领,立声警告。 离书赢远点,否则我弄死你。 那之后,我想了很久,我托朋友约书赢出来。 得到的只有无情的拒绝。 我本来想主动去书架找他。 无奈的是,云城那边突发紧急状况。 我不得不过去处理。 我没想到,会在云城遇见输赢。 难受的是,他好像不记得我了。 没关系,我会让他慢慢认识我,了解我。 时间还长,可是,书赢似乎很急躁。 他扔出一打钱,说要包养我。 那一刻,我的心没来由地雀跃起来。 我忍住内心的激动,成了书赢的金丝雀。 只要他开心就好。 那半年,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 我以为幸福的日子会这样持续下去。 没想到,书赢会不辞而变。 我发疯般到处找他,最后才得知他回了京市。 而且,他成了霍怀琛的未婚妻。 我的天都塌了。 我连夜飞回京市,想见书赢。 然而,他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。 最后,我把目标放在爷爷的寿宴上。 书赢他故意装作不认识我,还亲切地挽着霍怀琛。 我发誓,我当时极度地快要发疯。 可我不想让输赢难受。 如果他真的喜欢霍怀琛,我认输,我只要他快乐。 霍景另外买了住处,跟我住在一起。 霍家的长辈在经历了霍怀琛对蒋欣然的疯狂追求后, 内心变得极度强大,倒没对我和霍景的事有什么意义。 爸妈听说霍家太子爷要娶了,乐得牙花子都飞出来,恨不得让我快点搬出去。 倒是姐姐,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。 姐,你不好奇吗? 好奇什么? 在霍家老宅那晚,我本来想去客房找你,结果正好看见霍景进你房间。 我姐用手肘除我一下,笑得意味深长。 霍景年纪比你大了些,身体还行吧? 我老脸一红。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? 姐,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副面孔啊? 霍景的身体可太好了,甚至比在云城时更过分。 霍景把我抱起,放在办公桌上,双手撑住桌面,将我困住。 霍景眼尾泛红,喉结上下浮动,哑着嗓子低声哄我。 乖乖,喊叔叔,我偏步。 我捏起领带,将霍景的脸庞扯近,在她唇上落下一吻。 而后,双唇偏移,狠狠咬住她的肩膀。 霍景吃痛,掐住我的腰肢。 落在耳畔的声音,却又极其轻柔。 乖乖,这里没别人,你可以尽情撒野。 以后,有我在的地方,你不用再半乖讨好谁。 请你永远随心所欲地做自己。